这是铁柱和三只小狗之间互相就熟的故事 年少时的铁柱是一个冷血的荒野猎手 至于为什么冷血可能和他成天光着膀子有关 他穿梭于荒野之中 被他盯上的猎物都活不过明天 结果因为一直有明天 所以说他没有完成过什么任务 导致现在的铁柱一分钱没有 只能靠一些野果来果服 就在铁柱享用这些野果的时候 突然在不远处的石缝中传来了小狗的嘀喃 作为一个猎手铁柱拥有着敏锐的听觉 他立刻顺着声音来到了石缝前 原来是三只无家可归的修狗狗 铁柱把他们装进竹筐里 打算带回去尝尝咸淡 整天吃草感觉自己马上头顶都吃绿了 今天可算是能开开昏了 可是当铁柱看到修狗狗那无助的眼神时 那一瞬间铁柱觉得自己埋藏在心里 最角落的那一丝温柔被触动 走在路上的铁柱 想着自己的前半生 不正和这些修狗一样吗 半生出走四处流浪 不知不觉中铁柱来到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 心想给他们造个家吧 造完他们的家 我也该回家了 铁柱将周围的杂草全都轮断 然后就对着一面土壁一阵输出 为了让修狗们赶紧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风港 铁柱刨坑的手速不断加快 没一会儿他就在土壁上刨出了一个大坑